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主席各位同仁 請教一下主委 我先來統計一下 就是說我們今天列席的 包括我們各處的處長跟主任 還有我們隨行的人員 這個客級的比例舉手一下吧 假如是客級的 好 那放下一下 不是客級的呢 不是客級的舉手 不是客級的 現在問不是客級的 有通過 等一下手先舉起來一下 抱歉 有通過客語認證的 中高級的放下 中高級的 初級的放下 剩下幾位 聽得懂客家話的 手放下 還有三位 聽不懂客家話 那三位是不是把你的單位 這個是什麼 三個嘛 我剛剛看到有三個 哪些單位 你是哪一個單位 主記嘛 主記嘛 來 啊你呢 啊 另外一位 啊 主委 主委 好 那我請教一下主委 有三位 大概同人沒有通過客語認證 對不對 啊這三位聽得懂客家話嗎 聽得懂嗎 主記人士跟 都聽得懂啊 那為什麼不去參加這個客語認證呢 為什麼不參加客語認證呢 理由呢 是不是可以 告訴我一下 那個 我們主記的 是因為你主管前 所以跟客語無關 沒 太忙 好 啊那個 我們那個人事的呢 那我以為 如果去年七月到期 然後 九月半節參加考試 那準備不及 喔準備不及 啊下次一定會去考 對不對 啊我們主委是咧 啊主委 這個是秘書嘛 對不對 八月到值 八月到值 對 啊所以準備要參加 現在聽不懂嘛 對不對 一點點 喔我要考試呢 你假如真的 我真的準備 題目要考試呢 還請委員指教 我指教 我要讓你落開 你會 你會不會 不會就不會 沒有要水 真的放眼袋 來放那個 會不會 你上來 不會啦 你看不會就不會 你還跟我說會 那就不要放啊 嗯 那我們主計呢 聽得懂嗎 都要考試喔 我真的要考試喔 視線的大概 跟國語比較像 但是講沒有問題 啊聽都沒問題嗎 不是沒有問題 就是會 哇實在是 真的聽 聽是不是 我放那個廣告 30秒那個來 不要有眼袋 來 你們三位 媽媽 弟弟咧 弟弟咧 叫你不要放影像出來 你還放影像出來 上面都有字幕 他一放就知道了 放那個卡通啊 不要有影像 可以嗎 有聲音就好 不要有影像 來你們三位喔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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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好 來 快點 這個在講過 大概在講過 不知道 好 關掉 我請教一下主委 我們的部務會議講話是用客語還是用國語 我們一般都用國語 怎麼用國語 怎麼時候開始用國語 你告訴我 你一定有問過啊 你帶客委會有很久的時間 我從進來就開始用國語 你進來什麼時候進來 去年十月份 前年十月份 之前我們的客委會用什麼話 都用國語 2008年之前民進黨執政的時候不會用客語啊 是不是 不是喔 我剛剛問邱怡雲委員 他說李永德當主委的時候 以前都用客語啊 客語是不是公式語言 大委員會議才是 就是我們委員會議才是 主管會報用國語 主管會報 那委員會議用什麼 客語 客語 我們的同仁不是也都會練習嗎 客語是不是公式語言 客語是我們在 是不是我們公式在客委會 包括地方跟中央 是不是公式的語言 對不對 所以 以後的部務會議 委員會議 是不是應該用客語 那聽不懂的 就不應該留在客委會啊 對不對 所以你要要求啊 不是嗎 不管是主計 這個當然是主計人事一條邊啦 我理解啦 但是你要要求說 假如要來我們這邊當主計處的處長 人事處 人事室的主任 還有我們的客委會的 不管是秘書要什麼 一定要會講客家話啊 這個是最基本的要求啊 客家人不講客家話 不會講客家話 是丟臉的事情啊 像我 閩南人 我不會講閩南話 不會講我的母語 我是丟臉死啦 對不對 對不對 不是應該這樣嗎 所以我 我真的認為說 我們在推廣客語的初級 中級 跟中高級的這個認證 報名的人數 從101年的一萬三千人 102年的這個 一萬一千人 到103年的初級的報考 八千九百五十一位 報考的人數越來越少 那我們 這個客委會裡頭 這個悲客級的 去報考這個通過客語認證的比例 才62% 沒有通過的比例高達62% 那我們自己 作為這個主管機關 那我們自己 不管說從我們的語言政策 報名的人數越來越少 總合格的比例越來越多 今年初級認證通過的比例42% 創歷史的新低 過去幾年 過去幾年 這個及格的比例 從過去的幾年裡面 都90幾%到今年 就剩下這個42% 這個初級認證及格的比例 越來越低 主委 主委 我們自己 課委會的同仁裡頭 這個悲客級的 你看 你看看 點個我們這些 這個處長 或者是主任級的這個部分 這個比例還 去考了大家都很忙啊 剛來啊 什麼的啊 這理由就一堆啊 你自己都沒有當領頭羊的這個角色 對不對 所以你剛剛在做施政報告裡面 三個同仁聽不懂 聽不懂你剛剛是講什麼 是在阿阿聽輪 那你講給我聽幹什麼 你不是在演戲 不是這樣嗎 所以你要要求啊 是不是 主委 報告委員 我想這方面我會繼續要求他們 這三位同仁什麼時候要去參加考試 那你至少給個時間啊 你承諾一下 要逼著他們一定要去啊 明年假如 明年 我不曉得我還在不在立法院啦 我假如在立法院再問 我也不曉得你在不在啦 我會天天叮嚀他們 多練習科語 跟同仁多講科語 是啊 所以你主管會報 這個要會啊 不會在課委會工作 不會講客家話 那這個是真的是恥辱你知道嗎 啊 同不同以我的看法 我會繼續 這個鼓勵他們 不是鼓勵啊 要懲罰啦 這個你要鼓勵 對不對 這個阿呀 不會在課委會 不會說客家話 實在是 很減少的事情啊 等一下邱委員還會繼續再問各位啊 對不對 他真的會講 我是 稍微聽那個一點點的客家話而已啊 主委 是 那另外齁 這個講過我每次 每年我都講 這通過的比例會報考人數越來越低 然後你這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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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比例也越來越低啊 那怎麼辦 跟委員報告 我們 我也呢去 這個分析的這個原因 那一般呢 是我把它歸 上次跟我說 是因為電腦這個 用數位化的原因 那今年你什麼理由 年齡層 降低也有關係 還有他整個題目 提醒的改變也有關係 那可能一般的 客語能力水準降低也是其中的因素之一 那你告訴我 為什麼報考的人數越來越少 大概跟 因為 因為 客家族群在這邊 他考過了 他就不會再 但是你年齡層越來越低 理論上報考的人 越來越多啊 也因為可能少指你話的關係吧 不過 不過這樣 那向委員報告 我們想 未來在技術層面呢 改善這樣數位認證的一個問題 加強他的友善性 另外呢 是推廣客語的策略呢 我們要做調整 最好呢 是回歸到客語的 所以你反應在你的這個 客家語言發展的這個 你現在是已經第三期計畫嘛 對不對 你的預算也沒有增加啊 對不對 目前呢 邀請一些專家學者呢 對我們新傳史的角色功能 是不是進一步調整 你97年 當然那個時候 預算沒有倍增嘛 對不對 那你98年1億4 99年1億6 100年1億8 1億7 1億7 都大概這個預算規模啊 結果你這個 及格比例越低啊 那換句話說 我們政府的預算 的編列沒有減少 報考人數減少 通過的比例也減少 對不對 那我們課委會的同仁 去考試也 大家都很忙 所以沒有去考 所以這個認證當然 弄到最後 搞不好就不了了之啊 我真的很擔心說 但你任期內啊 這個你通過的比例啊 現在42% 明年變成 搞不好不到四成啊 等一下我會 我會想辦法 主委啊 是 你下次啦 報考人數 假如今年 八千九百多 明年假如真的沒有一萬 我要要求你 要負責喔 明年喔 負責的意思是什麼 你知道嗎 我了解 我了解 你了解負責的意思是什麼 為政策 績效來負責 那負責我要要求你下台 我跟你講白了 我帶給你一年的時間 是 你明年假如報考人數 沒有提升到一萬 及格的比例沒有到五成 那我們同仁還有下次這樣的話 我就要求你負責 好不好 好 那另外 我們考試院啊 這個有關 客家事務行政科 未來要增加這個客語的口試的這個項目 現在進度怎麼樣 跟委員報告 考選部 考選部目前呢 對於口試的方式 在今年二月呢 有開過會 但是還沒有達到共識 他們的責起會再繼續 針對口試這個部分 用什麼樣的方式來處理 這個政策你應該不會反對吧 不反對 不反對 是 那有沒有問過我們這個客委會的意見 考試院在這個決定考試科目的這個部分 有有有 我沒有參加 列席參加他們的會議 那為什麼 我不曉得 為什麼考試院這個部分沒有共識 為什麼 他們可能對於 對於口試應該什麼去進行 計分是要多少 這方面的一些技術問題 還沒有達到共識 不是啊 那個主委 我建議這個部分 我真的認為說 你客委會 你的這個地方或中央也好 這個不會講客家話真的是 這個是這個是 這個真的是對我們客家事務來講 真的是起始大陸 明年開始啟動實施了 所以 所以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是技術性的一些問題 要趕快跟考試院考選部協調嘛 是 對不對 那未來 口試的這個比例啊 雖然是佔10% 我都覺得說這個10%的比例太低 你知道嗎 你至少要佔到兩成 口試的 直接要求所有的到客委會 不管是地方的客家事務委員會 或者是中央我們客委會 那一定要會講客家話嘛 要讓這些 這個考試的同仁 大家在客委會裡面 才能夠用暢行無阻 用客家話來做溝通啊 對不對 不然你找了一些同仁到客委會來 結果不會講客家話 主委剛剛在報告 我們還有幾位同仁聽不懂你在講什麼 開會的時候用翻譯機嗎 還是你主委你就算了 那我就直接用北京話去講就好了 要遷就我們的同仁 是這樣喔 是這樣嗎 講母語是一件很光榮的事情啊 對不對 這個我們三位同仁 我的還是要與眾欣然跟各位報告 在客委會不會講客語 是丟臉的事情 真的很丟臉 你下次就跟他們自己機會同仁用客家話講 講到說他們聽得懂你在講什麼 他不懂他自己拿錄音機來錄 主委講什麼怎麼可以 主委就遷就同仁不講客家話呢 對不對 部務會也要用客家話講 我覺得這個是對客家基本的一個尊重 這個不是語言的一個法西斯 但是 我們在客委會主管我們客家事務的 我們就要要求我們所有的同仁 今天這三位同仁 我就替主委教訓這三位同仁 一定要會講客家話 主委辦公室 你不會說客家話 你每天在主委辦公室 不就主委每天都說國語 沒有在說客家話 是不是 主委都講國語不講客家話 是不是這樣 是喔 你還點頭 是還不是啦 點頭又搖頭 我跟副主委都想用客家話 我說你那位同仁啦 你都用什麼跟他講 當然他聽不懂我都用國語表 你在客委會不行啦 你出來可以啦 對不對 所以這個是很丟臉的事情 我還是要提醒 語重心長勉勵各位啦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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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委員 請陳必安靈